大家好 我是云之森 今天要和你的分享是 就是我喝完 那我之前有一個主日式的場景 所以我在找喝完的時候就會想說 想要找可以搭配這個場景 剛好 拉拉熊喝完它出了一個是 有古時候房子的感覺 然後它這裡就是 古早味的家具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甜點 然後以及我最愛的鮑冰 那我也不知道它可不可以搭配三年家族 或是它可以搭配小布的大小 跟我一起打開啦 喉丸打開呢它就會有一種 背景啊然後地板的場景 可以讓你去做搭配 然後這裡是八個 那我其實 對於喉丸來講 我沒有那麼常買我只買我非常喜歡的 再來是喉丸 通常我還蠻喜歡拉拉熊的 所以如果拉拉熊啊 有出喉丸我都會 特別關注一下說 裡面有了我喜歡的元素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當作生理價值做搭配 因為我覺得喝完的價錢 對我來講我覺得 它其實算是一個蠻高單價玩具 而且我記得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 喝完之前就覺得是 一個好貴的小玩具 就小小很精緻 然後也會怕小東西弄掉 第一個大型家具 是拉拉熊的櫃子 它的抽屜的頭是 拉拉熊的形狀 然後還有拉開 再來是 很好奇 到底森林家族人偶 能不能搭配這組合玩 這個是爸爸的體型 其實這樣搭配起來 還蠻ok的 這是小朋友的 所以它的高度差不多 跟小朋友的差不多 附的小東西還有果實 拉拉熊木雕 這拉拉熊木雕好像比較適合 放在這個架子上面 用懶用懶的拉拉熊 附上一個架子 還有一個展示盤 藍妹拿丸子 可以放在上面 第二個大型家具呢 是在日式的 舊房子中 都會有一個 可以燒炭火的地方 然後它這裡很細緻的壓紋 這裡有拉拉熊出現 好中間這是 炭灰 還有煤炭 煤炭做的超細緻的 附上了一堆烤魚 這邊好像比較焦 這邊好像比較焦 有一個超級可愛的 拉拉熊丸子 烤丸子 然後沾醬油的 然後你可以沾 這裡有個 這樣子 就很明顯 有醬油的感覺 最後附上有一支可愛的小雞 有一根粉紅色的拉拉熊的椅墊 再來是我最喜歡的甜點 這是拉拉熊的盤子 然後這個是拉拉熊的 算是鬆餅 抹茶紅豆冰淇淋 而且上面還超可愛 還有珍珠 拉拉熊 連可愛的小茶子上 也有拉拉熊 甜點就是要搭配一個 好喝的咖啡 還有一個拉拉熊的搖鈴 另外有黃色的座墊 另外有黃色的座墊 餐點的盤子 有個超級可愛的拉拉熊 搭配點點 這個甜點是 季節限定的梅子甜點 所以我用的湯匙 也是拉拉熊的形狀 一樣要來上一杯咖啡 現在看一下這個可愛的托盤 接著就是豪華料理登場 可愛的餐具上面寫了 古名家 咖啡 所以它這是一個咖啡店 我最喜歡看食丸啊 它首付那種日式料理的樣子 拉拉熊醬油飯糰 日式味噌湯 看起來超級好 你看超級可愛 熊熊 熊熊形狀的豆腐 小菜 小菜 青桌小菜 將 你看日式的料理都這樣子 看起來好豐盛 肚子餓嗎 這邊還有提供的飯 你看拉拉熊 打開 裡面看起來有香菇 然後還有好看色澤的 紅蘿蔔 看超可愛 小雞造型的飯匙 幫你添一碗飯 國名家Coffee 筷子 藍色的 看起來超級豐盛的餐點 蘭妹登場 而且它穿一個 像是圍裙的 超可愛 然後附一個 藤蘭 還有一個 是這裡裡面應該是放很多 煙莓 蜂蜜罐 拉拉熊的小餅乾 但其實在喝完中看那種 超級細緻的小東西 心情會超級好的 還有附上一個 有盒子的 餅乾罐子 餅乾罐子 把四片都裝進去了 蓋起來 蓋起來 Cookie 登 懶熊 懶熊的小茶壺 放在這裡 倒了一杯茶 然後可以 搭配 剛剛的搖鈴 一起擺放 最後的主角登場了 拉拉熊而且還穿紅色的圍裙 妹妹穿藍色 她穿紅色 Old House Coffee 整個打開完成 牌就在這裡 然後搭配我的森林家族人 剛剛好看起來 好豐盛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這組 因為其實 我還蠻喜歡那種很細緻的食碗 每個 拉拉熊的臉型 然後小餅乾 那種小細節 然後他們的餐點 也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迷之生的食碗開箱 這組呢 剛好可以搭配森林家族 非常喜歡 也非常的滿意 然後也非常向您推薦 如果你也喜歡拉拉熊的朋友 可以考慮這組 超級無敵可愛的十萬喔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迷之生 請你別忘了持續訂閱我的頻道 並持續關注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